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贤告诉后人 少年赔福 中年积福 老年享福 如此一来 则人之福报则绵长不敬严 咱们今天来详细地说一说 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是因为他有福报 现代人当中呢 有一部分人他不孝顺父母 不尊敬长辈 唯独呢 他会溺爱子孙 从小就给孩子娇生惯养 衣食住行 那都要用最好的 结果呢 孩子成长期间 忤逆父母 唯我独尊 事事不如意 还染上了种种的不良习气 更有甚者呢 违法乱纪 败坏家风 也都是有的 以上现象在当今的社会 比比结识 不胜枚举 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 每个人都在吃自己的福报 你信不信 不管是你的父母 儿女 妻子都一样 他们都是在吃自己的 这就是道德公平 因果 自作 自受 这才是公平的 那一般呢 都认为说 我花钱养大孩子 怎么不是孩子吃父母的 表面上看起来 花的是你的钱 实际上用的是他自己的福报 因为他有福报 才做你的孩子 而你才愿意拿钱给他花 父子亲属关系都是累结的 都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看到了过去未来 才是公平的 这就呢 扯到了孩子教育的问题了 许多人都爱孩子 都是没有智慧 就是凭着自己多么的喜欢 那16岁前那孩子的福报都是父母给损掉的 他没有权利 比如生日 你要给他杀鸡杀鸭 或者花很多钱去给他享乐 去上各种高价的培训班 看起来花的都是父母的钱 其实用的还是小孩的福报 一般来说 小时候太奢侈浪费了 未来走向社会之后 赚钱就特别的辛苦 这才是道德公平 有的人呢 怕养不起孩子 所以去堕胎 其实呢 孩子来了 他是带着福报来的 不是靠你养的 可能他来了 你事业就蒸蒸日上 你以为是底自己有本事 却不知道是小孩赶照而来 人的肉眼看到的总是相当有限的 真的命好的人 饥荒来了 他都不会饿到 命薄的人 有粮食你都吃不到 就是你真的有福报 生几个小孩都不成负担 没有福报 你越堕胎越损福报 以后越困难 人没有办法体解大道 其实这个才是最可怜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他很狂妄 而且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有本事 这个公司可是我一手创立的 这个庙是我一手盖的 这个钱是我辛苦赚的 孩子是我辛苦养大的 把功德都归于自己 这辈子注定就很苦 每个人活着都是靠自己的福报 命运 否则你看 你有钱能保证亲人不死吗 不生病吗 不能吧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 也有自己的福德 也不要觉得养大孩子都是我的功劳 这就错了 他能长大 能读书都是自己的命 你看天下夭折的那么多 对不对 如果要归于功劳 我们只能很谦虚地说 这是三宝加持 上天的成全 这样你就没有痛苦 心中有傲慢就会有痛苦 再谈谈 在本体上 做父母的要跟孩子平等 要互相感恩而已 但在相上就不能平等了 长辈和晚辈是不能颠倒的 觉得呢 都是我的本事 那注定就活得很痛苦了 其实教育孩子 你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靠你的福报去赶招 你想生个出家的 或者当官的儿子 有那么容易吗 你说了算吗 所以要靠福德去赶招 人呢 切记用小聪明 有的人会问 如果生个讨债的 那怎么办呀 其实我很反对讨债的想法 第一 哪怕他来讨债 也是你有亏欠于他 欠债那就要还哪 天经地义 你要骂别人是讨债的 这是典型的私心中 第二呢 如果是来讨债的 你现在堕胎了 难道就结束了吗 其实更严重 这个业债还会再加上利息呢 许多人婚姻不顺 都因为堕胎而起 第三 哪怕是来讨债 也是来消你的业障 没有人来让你受苦 你的业障怎么消呢 所以不能做讨债项 应该要当作都是恩人 所以呢 人格健全的人 他心中没有恶人 也没有坏人 也没有讨债的人 只有恩人 这样的修行 你才能不会迷路啊 老子说 道者万物之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道教著名的太上感应篇 观圣帝君 绝世真经等 都是道教劝人向善的书籍 道教劝善书的伦理思想 当然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功德 老子劝道世人向善 最能扣人心扉的名言就是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劝人为善 特别是劝道有能力 有机会的人 在他们心中 种下行善的种子 就会得到更多的善行 持续做好事 做善事 累积善行 结善缘 古人